农历新丑年将至,我们即将迎来牛气冲天的牛年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一直延续着立春鞭打春牛的习俗 那么立春为什么要打春牛,怎么打 日前民俗画家杨信向记者讲述了这一民间习俗背后的故事 这牛身上的一块泥土去抱回自己家,放到粮仓里 抑郁着今年来年五股丰增 民间这个鞭打春牛在我们的南方还是有的 鞭打春牛,其实呢,就是老牛啊 你快点走,春天就快点到来的意思 同时呢,告诫了这些人,牛都起床了 该准备春耕了 何况人乎,实际是鞭策人 你也要,该知道你一年要该干什么 春天记记,马上就到了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 牛一直是忠厚老师无私奉献的美好形象 从古至今,牛都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推崇 传说自大禹治水时期,就有著同牛震水的传统 在中国民俗传说中,牛更是天上下凡的神将 杨信表示,十二生肖的首位本应是牛 这个民间传说是属于天上的神将 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 所以把它搁在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那毋庸置疑啊,那必须应该的 但是没想到呢,在宫临这个终生敲响的一刹那 这个老鼠跑前门去 不带阳鞭字奋提,俯首甘为如子牛 除了耕种交通等方面的作用 牛在中国人精神塑造方面同样影响深远 古人就对于牛的这个属相来说 那种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于其他 而且你过去咱们的美术作品 你经常看着无作人现上什么的画的那个水牛 你比如说咱们故宫里头珍藏的这个最著名的画 所以就是人要学习牛的这种精神 做一个事情弃而不舍,任劳任远 不计报酬的去做 所以就是后来人形容人的这种弃而不舍的精神 是以牛的形象来代替 杨信说,随着时代发展 许多民间习俗有所变化 但传承的精神却未改变 这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同时也代表着人们对新一年到来的美好憧憬 中国人非常讲究的是自己的本土文化 而且跟人类息息相关 牛气冲天 很多的这种词汇 他就描绘的是 我对这个树香 我用它的精神去克服一切困难的这种精神 所以今年的牛也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也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开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